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今天的vlog呢就是 女王杰乐天后来挑战 给妈妈化一个妆 好了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看我们要去干嘛 妈妈 今天来挑战一下 三八杰化个妆吧 好嘛好嘛 准备一下 走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佳琪的妈 你看我们和小 你看我跟小处女拍那种开箱视频 已经知道套路了 可以啊 那今天呢我就要用美宝莲的产品 给妈妈化一个女王杰的妆了 好 那我们开始化妆了 一边化妆一边聊起来 第一步呢我们就要开始抵妆的画法了 那我今天会用到的是美宝莲菲蜜 因为妈妈是干皮 所用到的是美宝莲菲蜜的这一个 比较适合于干性肌肤用的美宝莲菲蜜 好了 我跟你说我自己画我可以年轻五岁 你帮我画至少年轻十十岁 这个要求太高了 我这一步是整形术 那我今天选的颜色也是115号色 比较偏自然的肤色 给你看一下我画妆给你画妆的 就是 就是擦哪个地方啊 我五分钟搞定啊 你五分钟搞定全妆 对啊 那我觉得下次我们录一个 妈妈五分钟搞定全妆是如何画出来的 她们五分钟可能连个护肤还没有擦完 你觉得这个粉丁怎么样 很好啊 这个颜色很适合我 对啊 我是谁 我帮你选的颜色才会有错 好好好 有哦 把自己脸上贴近哦 你看这边 肤色比较的暗扯要有一点点的斑 然后这边的话打完了就没有斑了 而且整个皮肤是 它是透亮型的一个地方 我这边是直接 帮你用了粉底液 接下来那一半边的脸 我帮你先用一个东西 然后再上粉底液 你看它的区别 好不好 因为紫色的是保湿的 绿色的是哑光的 那这边我就开始给你用妆前乳先上 脸色就是湿湿的感觉 是的 它的保湿效果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觉得我的手重吗 嗯 按压的 还好 那为什么嫂子女觉得我的手 按压的这么重呢 可能我觉得它有点底液吧 没有没有 它那个 它皮肤嫩一些 好 你看这边 你感觉两边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自己感觉这边有点湿湿的感觉 然后亮亮的对不对 这边的光泽度会比这边要更好 所以用完妆前乳之后会让你的底妆更加的漂亮 好啦 第一个底妆打完了 最后一步呢 就是开始定妆了 我就会用美宝莲的定妆粉 现在年轻了三岁 年轻了三岁 这么高的评价 还没有 要年轻十岁 要年轻十岁 好那我开始 眼妆 然后我接下来 就用美宝莲的小金笔 这支眼镜笔超好用的 我们应该也用过对不对 你这个眼镜你可以垮掉 刷了睫毛就还好吧 哪里有问题 好好好 好好好 好像是画出了一点点 像熊猫吗 不像熊猫啊 你们看 很有神啊 你看这镜头里面你 两支眼镜已经放大了很多 来吧 再一个 加睫毛 好 我的妈呀 看看 这也就很好啊 好 刷了睫毛之后 你是不是觉得很很自然啊 可以吧 是不是啊 好 没垮掉 来接下来开始画眉毛 其实很好看啊 还可以的吧 可以 跟上次化妆师有什么体验 嗯 跟上次那个化妆师有什么区别 还是有区别的吧 别人专门天天跟别 跟这个人画我 所以不要问他吗 就是 差不多吧 也可就看了看去 应该就感觉也是差不多吧 差一点 好 那你去找那个化妆师吧 接下来 我要给你画腮红 好 接下来 我们开始 化唇妆 对的口红 今天我帮你用到的是 美宝莲 唇釉 但是跟你说 今天是托你的服 我才可以看到他 他们的秘密 烟雾唇釉 这颜色很好看耶 厉害吧 这个厨还是很厉害的吧 比那个化妆师的 画得好 当然 这个地方画得好 对啊 这嘴巴就是一定要这样画 好 看一下妈妈画完妆的样子 这是兴趣给她展示一下的 我先自己可以欣赏一下 上次发妆师还跟我修容 你不会吗 现在立马来 所以这一个重要的东西 你不能省的 可以吗 还满意吗您 年轻了11岁 所以哪个地方加了三分 加一分 所以哪个地方加了一分 嘴巴 好看吗 是不是还不错 好看吗 然后呢在这边我们也祝所有的妈妈们 或者所有的女生们 三八女王节快乐 快乐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别拜拜 所有女生买它 哈哈哈哈